谢长廷以前的竞选总部 这个呢在竞选总统的时候 位在花莲县的竞选总部早就已经废弃了 不过早上呢有民众是因为尿急 跑进了屋子里头要上厕所 却赫然发现有一名男子 手脚被反绑 嘴巴呢是贴着胶带就沉湿在里头 检察官还有监视小组来到了现场搜证 目前怀疑他杀的机会非常高 无关拉起封锁线 里面还摆放着谢长廷竞选总统时的宣传刊版 已经废弃的竞选总部 怎么会突然出现大批监视小组和警察 原来是有民众报案 里面有巨男尸 外观上看起来双手被反绑 那嘴巴里面有放他滚上胶带 应该是有他杀的嫌疑 死者双手被反绑 嘴巴贴着胶带 尸体已经僵硬发黑 上午一名民众因为尿急 跑到这栋位在花莲县自强路上的废弃屋上厕所 没想到一踏进屋内就被眼前的景象给吓傻了 是焦黑吗还是说空干的 应该是焦黑 焦黑就是有烧过的痕迹 不是焦过的痕迹 空干因为里面是很湿气的部分 还要一直在才可以 目前警方不排除他杀 不过男子的身份死因和死亡时间 必须等法医解剖后才能知道 周新闻 廖威林 花莲报道 给你打开